休斯敦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好 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这个Local News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进入夏天了 温度虽然在这个礼拜高温大概平均在95度左右 在星期五之前这个1234我们的高温大概9223度 星期五之后会升高到96度 不过呢 跟上个礼拜比明显的下降 可是呢 冬天还远着 现在夏天 炎炎夏日 热热的夏天 高温的夏季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大伙要担心的 要考虑的 要谨慎的 那就是家里边的冷气 我们的空调要能够撑得下来 要能够撑过 能够顺利的提供 凉爽的温度 凉爽的空气 让大伙清凉一下 度过这一个夏季 那么在现在呢 德州电力委员会和德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领导人 就在今天会在奥斯顿 在九点钟已经展开了 在奥斯顿的国会大厦举行一个公开听证会 讨论的就是在我们德州的这个ERCOT 德州的电网 它的可靠性 还有在今年夏天预计的高温 到目前为止 ERCOT表示德州电网是可以满足今年夏天 我们民众在电力方面的需求 然而呢 这个 它的供电量 或者说这个需求已经差不多很靠近它的极限了 特别是七八月份 这个气温会更高涨的时候 回头看看过去 去年夏天是德州有史以来第二热的夏天 而事实上 朋友们在过去15年里 有记录以来十个最热的夏季当中 有六个我们都经过了 而ERCOT最近发布了今年的预测表示 气温会再次的升高会高于平均的水准 而降雨量会恢复到正常 或者会比较低 比较少 ERCOT的负责人会和德州公用事业顾问 还有公用事业委员会的成员 在现在就在Austin国会大厦 要向我们德州的立法单位议员们 报告他们要怎么样子来应对 另外一个会再度打破记录 打破需求记录的夏天 就是今年现在这个夏天 他们也要讨论一下 他们到底现在正在做哪一些准备工作来应应 由于在最近也发生了和天气有关的停电的事件 虽然那个是大的风暴所吹袭造成电缆的脱落 这个倒塌被或者被大树压垮 压断 但是呢最起码不管怎么说 我们休斯顿的民众还是很关心 就是不要发生断电的情形 希望空调我们在今年的夏天能够运作如常 没有意外 那么这个会议在今天 现在已经在Austin的国会山庄举行 那么详细的任何的相关报道会后的决定 那么我们收到资料会再度为朋友们提供 好下边我们看到呢 这是在选举方面 我们德州共和党选民在初选时倒是送出了非常强烈的一个要求 就是了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于意识形态的统一 或者是说忠诚度提就是有非常大的要求 他们用选票赶走了15名在我们学校的公寨上面 还有呢对于就是Kim Paxton 这是德州的司法部长弹劾他的这些议员都被选票给踢出去了 踢出了这一个党团方面在选举方面被踢出去了 所以呢对于在我们共和党德州共和党选民或共和党团里边的草根性啊 这个纯洁度支持度啊是相当要求很高的啊 在现在呢今年春天共和党一直都在采取行动 就是呢要跟当选官员要是意见步调啊信仰信念啊是一致的 上个月举行了两年一度的共和党的大会 德州共和党也试图要通过批准两项重大的规则的变更 来提高党内的呃支持度啊信仰纯洁度 其中一项就是将结束共和党初选以便只有在共和党认定为共和党的选民才可以参加 另外一项则是禁止就是在选举当中受到党团谴责的这个参选人 不可以参加啊选举了最起码就不可以参选最起码两年内都不可以在党内参选 目前在任何选民是都可以参加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初选的 在初选你不需要就是登记你不需要呃选择党派去投票 那么啊共和党如果不改这个州法的话共和党如果禁止选民参加初选 那可能就会要面临在法律方面的这个后果了 好下边我们再来看在Galveston的海滩巡逻 对说昨天上午啊呃有一名20岁的妇女就在Galveston 细水不幸溺水身亡 在这个Austin的海滩巡逻队是在昨天靠近中午12点半左右接到通知 前往靠近海提在45个47号的这个塔台附近啊 在这个现场那么在这里发现了这一名溺水的女子只有20岁 那么在现在是细水的夏天又放了暑假 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都会到西边海边或者自家的游泳池 后院的游泳池细水 再度要借这个新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细水的安全 而这一则新闻告诉您的就是20岁这个是大学生 更要提醒自家的青年大学生们和朋友们一块到海边到河边西边细水 一样要提高警觉更要提高警觉 千万不能够轻忽在细水方面的这个安全 好接着我们看到这是来自Lake City 在Lake City的警察局表示有一名男子因为涉嫌 在过去这个周末杀害了自家的父亲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43岁的这个是Raymond Stoney 在礼拜天因为杀了自个儿67岁的父亲在Lake City被逮捕 他的保释金是25万美金 枪击事件是发生在晚上7点20分左右 在星期六的晚上 报告中指出呢 在现场找到了持手枪的嫌犯还有受害人 那么受害人被发现死在自家的后院 枪击事件的细节目前仍然还在调查当中 好最后我们再看到这是来自Alan M 就是德州农工大学海事学院的发言人说 Alan M的学员因为帮助营救滞留在墨西哥湾的这个受困的民众受到了赞扬 那么在Alan M的海事学院是在6月2号礼拜天 Lake Galveston为参加学位课程的学生提供年度的培训学 培训就是暑期培训结合了美国海岸警卫队一起 就是有应该是拿到某方面的执照或者是学分 那么在这一个培训期间 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保 在当时有几名 Lan M海岸就是海事学院 海洋学院的学员 发现一艘小船上有人发出了求救讯号 那么船上有三名是讲西班牙语的这个民众 他们说被困在水面上已经好几天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Lan M的这个学生们就改道 那么救了他们 把他们解救他们送给美国海岸防卫队 也因为这个行径在现在 这Lan M的学生也受到了表扬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的这个local news了 胡敏健在这为大家翻译编辑和播报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明天继续由胡敏健为朋友们带来 明天的local news 朋友们明天我们空中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